媽媽我愛妳 媽媽我愛妳 心裡也會想要說 我跟他講說好好 我也很希望我一天我會改掉 可是總是在那邊一直方向復復 情形就是這樣子 過程也是這樣子 可是我也不曉得說 竟然是到今天說 有這麼一天我真的可以改起來 然後現在就是這次假釋出來 假釋之前在南間 就長榮大學那邊有一個教學點 就在那邊 技修班學奔班 然後念到一年起 就出來就覺得想要再繼續念書 然後就直接過來台南這邊 繼續再念二年級 希望把那個大學念完這樣子 念書國小國中 都成績都是很優異的 就是都是第一名啦 然後到高中的時候 那時候可能就是 自己在外面念書嘛 然後可能就 比較不懂得社會上一些 然後就跟著朋友啊這樣子 等於說 在念書的時候 在高中的時候就是 玩瘋了 然後就接觸到毒品 然後後來 當兵回來以後 那時候條例改了 就變成說要進去關 然後到一直到現在 都方向復復進出監獄 我心想說我一個人 這樣辛辛苦苦 要打拼給他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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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老拼也打拼給他吃 沒有那個 我一直在做都沒有館 在創車都沒有館 就一直在做做工作 顧他們的衣服 就不在那裡 還要打拼給他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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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不知道 怎麼會被他吃 去關 大概現在如果每個禮拜六 要來這邊上一天的課的話 就是早上自己 四點半左右就要起來 五點之前就要出發 然後我早上到這裡 大概要兩個小時多一點點 大概兩個小時 十五分鐘左右的車程 就是從國三到國一 然後下交流道 馬上就到學校這邊 大概兩個小時多一點點 然後我到學校 大概都是七點 現在這一堂課的話 是到八點 老師會稍微提早一下 那我們先 就是像我住比較遠嘛 提早一下我就先走 大概八點 八點回去的話 大概就十點、十一點 練過十點了嘛 十一點 然後因為就是因為 因為有經濟上的壓力 所以我都是像星期日 我有時候也過去公司工作 所以回去的話 大概就是充滿忙的 就是梳洗一半 然後就先睡覺了 看年資 有的年資好的 兩千五、三千都有 那可能都一個人 要帶好幾個 對啊 我這個是 單兵部隊就可以 有時候一個人就可以 可以做這個打死的工作 動力 來這邊 真的從我家到這邊的話 自己要通車的話真的很累 而且又要工作 然後又要念書 有時候 有時候 如果像現在其中要到了 又要一些小考 報告 真的是 時間非常的 非常的緊 然後這個當然是需要很大的動力 可是我覺得最大的動力就是 一種 一種好像 家裡面的母親啊 小孩子啊 就是家庭的力量 還有自己的 那種 那種 想要真的 改變自己 的那個決心 念書的話 是我的 真的是一個重新的開始 真的是一個重新的開始 有沒有轉變的話 我可能是也不曉得 可是我覺得我 好像 比以前更踏實 就是這樣子 規劃的話 會去想 可是還沒有什麼 還沒有說 想更遠的 就是目前的工作跟念書 然後家裡面的人 不好這樣子 講太遠的話 可能 就 太不切實際了 謝謝